來蘇州 怎麼都要吃蘇式麵 我們今天來這間叫魚麵堂 今天我們來這間魚麵堂 始創於1876年 一百多年歷史 所以它是蘇州的老字號 這間最出名的是什麼呢 就是吃三蝦麵 我現在這碗我點到的三蝦麵 它除了有三蝦麵 還有蟹黃麵 為什麼我點三蝦麵呢 因為我也想試一下 怎麼為之三蝦呢 不是三種不同的蝦 而是在蝦裡面取出三種不同的材料 來做這隻蝦麵 它有什麼呢 有些很小的河蝦 蝦肉 蝦仁 另外你看到它用蝦子 已經很鮮 用很多蝦子 再有它就是蝦膏 橙橙色的蝦膏 為之三蝦麵 這三樣東西分別是很鮮很鮮的 所以這碗三蝦麵 其實你看到它買130元 是一碗麵 但其實它是貴在手工 首先把蝦剝掉後 把蝦剝掉後 添了一些蝦子出來炒 然後再用蝦仁 再擠蝦膏出來 它全部用手工做 其實是很花時間的 所以這碗麵呢 是一碗手工麵 這間店的蝦麵真的不錯 因為它的麵餅 其實上來就會有一點實 你要拌一下 它拌完麵底之後 再把那些很誇張的蝦仁 倒下去 再拌拌拌拌拌 拌完之後 就是一碗很正的三蝦麵 我老婆又點了乾貝蔥油拌麵 剛才那個食物員都說 可以幫你拌拌 那當然最好 拌拌拌的很有儀式感 拌的很均勁 因為它的手勢會拌幾百碗 當然是很純熟的 我們自己拌的沒那麼好 它拌完之後 真的很棒 很均勁 現在先試一下三蝦麵 它有很多蝦仁 還有它拌完之後 你看到它的蝦子 其實是黏在每一條的麵條上面 其實我看到真的有很多蝦子 上一次我看到這麼多蝦子的麵 在哪裏呢 就是在香港的默銀記 嘗嘗這個三蝦麵 好香 好香 除了很香蝦子的味道 它的蔥牛味也很香 很多香牛味 蝦子很鮮 有時候咬下去 咬到很以為沙的 是蝦子 好香 然後它拌完之後 你看到蝦不變了 為什麼 原來是被麵蓋住了 在底下 你吃之前要拌一下它才行 因為吃不到蝦仁 好 拌完之後 就有很多蝦仁在上面 加上蝦子在麵上 好香 這個三蝦麵 我覺得它好像 它的蝦子好像不用切 因為它 除了蝦仁上面有蝦子之外 它上來的時候 麵底也是有蝦子在上面 很多蝦子 拌完之後 現在看到每一條麵條都有蝦子 然後每隻蝦都有蝦子 連蝦膏上面也有蝦子 整個碗都是蝦子 我覺得它應該叫蝦子麵 多過叫三蝦麵 但真的很棒 吃這一邊麵 其實做好所有東西給你 它幫你拌完 基本上 連拌你都不用自己拌 這間餐廳的服務實幾不錯 那我就點三蝦麵 那我老婆就點乾貝蔥油麵 我試一下它的乾貝蔥油麵 都是拌麵 很好吃 很鮮 完全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拌麵 它是乾貝的鮮味 剛才的蝦麵 裡面有很多乾貝蔥油麵 很多乾貝蔥油麵 很棒 很棒 這個很好吃 很好吃 除了三蝦麵之外 這些麵都很好吃 它的麵度有點咬口 有勁度 不是一般散烈烈烈烈烈烈烈的麵 哇 這個很好吃 它不是加上醬油 很大量的蔥味 還有乾貝的鮮味 裡面有很多乾貝蔥 加上麵 其實很鮮 這個麵貌似很簡單 但是你吃下去 其實是一股很香的乾貝鮮味 還有蔥油的香味 夏天吃這個其實是很舒服的 不會吃到一股大汗 這個很酸 剛剛好這個 然後另外有一個 這個拼盤 很漂亮 它是甚麼呢 它是一個點心拼盤 最初我們打算點這個點心拼盤 來吃一下 誰知道原來 它叫三蝦麵的時候 它的套餐是很滑 它這個酥式爛盤 它有六樣東西裡面 有鹹點和甜點 鹹點呢 它有一隻醉蝦 有一個鴨翼 還有雞腎 甜點有甚麼呢 甜點有一個綠豆糕 有一個蜜棗 還有紫薑 給你吃個蝦麵的時候 就配了 挺不錯的 也是 這一類的老字號 其實它是很照顧到你的味蕾 你吃完蝦麵 很濃的口 它會給你一些紫薑 然後清一下口 綠豆糕 還有一些蜜棗 幫你清一下口 我覺得這個服務是很貼心的 它還跟著我的湯 它的湯是很清的 它裡面有蟲蓉 還有羊土菇 所以吃下去其實是很清甜的 試一下湯 你看到它的湯其實很清的 它不是海鮮的那種鮮味 它是一些菇的鮮味 它這個是齋的湯 它有些羊土菇和蟲蓉的那些 其實是很鮮的 它不會是很重的 最愛的那種湯 很清很清 另外它跟一個糖水 我還沒試過去吃麵 跟那麼多東西的 這個是雪耳紅糖糖水來的 嗯 哇 夏天喝這個真的一流 另外我們再點了一個蘇式鮑魚 這個蘇式鮑魚 其實跟上海的蜜魚有些不同 它的肉質比較濕潤一點 它的味道就有些甜香味 比上海的蜜魚有些不同 它甜口一點點 可能它的做法不同 它這個會是首先將它的魚炸了 炸到七成熟之後 再放進醬汁那裡老 所以它這種蘇式的鮑魚 就比較汁一點 這一間餐廳除了有些三蝦麵 乾貝蔥油灌味之外 它還有很傳統的蘇式麵 白湯和紅湯 還有一些你可以點大排 或者其他的菜背 其實來這裡吃一個簡單的蘇式麵 都挺舒服的 一個環境是很古色古香的 比一般的麵館 裝飾得比較漂亮 你看到牆上面 天花的燈 還有在桌椅 整個包裝 你覺得到一個很古色古香的麵館去吃 其實吃得很舒服的 而且這裡的人的服務是挺好的 而且令到你很有儀式感 就是幫你拌麵 然後點心上來的時候 就是一個這樣的盆 還有我覺得這一間麵館 它的代客之度是100分 因為你不要說我現在這碗麵 是三蝦麵 130多分 我老婆點的那碗乾杯蔥牛拌麵 其實只是30元 但它也會跟一個湯 即是松茸湯 還有一個糖水 整個顏色有個湯 有個麵和糖水 它真的照顧你這一餐 前面後面的一個味蕾 嘩 吃到最後 全部都是蝦仁 現在整個都是蝦仁 還有蝦子 麵館就吃完了 整個匙巾都是蝦仁 這個真的是三蝦了 有蝦仁、蝦糕和蝦子 哈哈哈哈 嗯 吃完真的哈哈哈哈 三蝦 這一餐我們又吃得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餐再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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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